男人在看3D电影时 突然看到一条大虫子从荧幕中钻出 可他戴的是2D眼镜 按理来说效果不该这么好 大叔赶紧摘下眼镜 虫子不见了 一起恢复如初 因为戴3D眼镜会头晕 进场前大叔扔掉了影院给的3D眼镜 自己背了一副2D的 没想到现在的2D效果都这么逼真 那3D看着得啥样啊 于是大叔想借个3D眼镜瞅一瞅 但旁边的小伙子不乐意 大叔又问了前排的侄女 刚才看没看到一条大虫子 侄女不耐烦地说这是爱情片 哪里来的大虫子 大叔一听只能当自己眼花 继续老老实实看电影吧 可那条大虫子正在缓缓靠近 虫子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 张开大嘴就向她扑来 慌乱之下 大叔不小心将眼镜跌落 这时地上的大虫子也随之消失 大叔摸索着捡起眼镜 再戴上一看 大虫子就在眼镜 他拼命挣扎 手里的爆米花撒了别人一声 大叔高喊这里有怪物 可根本没人信 侄女也觉得叔叔丢人现眼 很快工作人员带走了大叔 到底是自己叔叔 侄女决定跟过去看看 大叔坚定地跟工作人员说看到了怪物 影院经理却说 那只是3D电影的超逼真效果 大叔一看根本说不清 就要带着侄女离开 但经理可不打算放她走 看3D电影可千万别戴二D眼镜 一不小心容易看见脏东西 比如这个黑不溜秋的大虫子 不光长得丑 还咬人 大叔嚷嚷着电影院里有怪物 直接被工作人员带走了 他一口咬定自己没眼光 经理却说那就是电影效果 大叔一看根本说不清 就要带着侄女离开 但侄女却将他一把甩开 觉得叔叔实在太丢人了 气得转身就走 而大叔却被经理带到了机房 得知大叔用的是2D眼镜后 经理递给他一副3D眼镜 让他体验一下3D效果 但大叔直觉这是不对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这下工作人员全翻了脸 瞪着大白眼变成了怪物 呼上来掐住大叔脖子 眼看大叔脑袋要被通穿 大叔掏出吃剩下的臭豆腐 走你 大叔撒鸭子就跑 跑出来才发现 整个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全变异了 大叔只能往回跑 偷偷溜进了杂物间 透过门缝一看 经理正带着人在外面找他 大叔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可手机却偏偏在这时候想了起来 果然外面的人闻声赶到 他赶紧将门反锁 随后打电话给侄女 想让他赶紧跑 结果侄女一看是叔叔的电话 不耐烦地给挂了 此时门已经扛不住了 大叔抓紧最后的时间 给侄女发了一条短信 让他戴上二弟眼镜看一看 侄女想了想还是捡起眼镜 戴上一看 我的天 这是啥呀 女孩戴上眼镜看电影 结果看到一只巨大的怪物趴在屏幕上 侄女被吓得一屁股窜起来 屏幕里伸出无数根须子 不知道往人脑袋里灌着什么 侄女这才明白叔叔没说谎 可已经晚了 电影院里的人全成了怪物 侄女抄起大宝剑防身 但人太多了 根本没用 被大宝剑戳了嗓子眼 怪物受伤其他人也跟着难受 侄女趁机抄起灭火器 砸开机房的窗户 赶紧跳进了机房 可当他摘下眼镜时 发现叔叔已经被绑在了椅子上 经理告诉他们 那个奇怪的生物其实是外星人 除了被同化就只有死路一条 说着就强行给大叔戴上3D眼镜 外星放映机慢慢转动 要把大叔也同化了 情急之下 侄女捡起地上的匕首 刺进外星人的眼睛 与此同时 所有被同化的人痛哭倒地 叔侄俩赶紧往外跑 可怪物哪会放过他们 经理的嘴里伸出一根大虫子 快速缠住了侄女 接着将他拽回 开始同化 大叔抄起一把斧子 直接把精力劈死 侄女慢慢恢复正常 叔侄俩终于跑了出去 可打开大门一看 外面早已被外星人占据 他们成了谨慎的正常人 影院的其他人围了过来 劝说他们加入外星团队 眼看反抗没用 那就加入吧 他们又重新回到了影厅 侄女帮叔叔戴上3D眼镜 准备接受外星人的童话